Hello,大家好,我是Kathy 記得一年前我們也來過余景灣 今天我們再次來到余景灣 跟大家來一個staycation 因為今次天氣關係 可能拍出來的景色不太美 但我們也盡力將不同余景灣的景點 再推介給大家 跟上次有些不同 現在先去酒店check-in 先講講余景灣的交通 大家可以到余景灣官網查看 前往余景灣有幾個方法 包括船、巴士、的士 今次我們選了巴士 有以下這些路線 分為區外、區內穿梭巴士 點擊班次及收費 就可以看到所有資料 包括巴士路線 更方便安排行程 當日我們選擇在欣澳站 轉成DB03P 往余景北商場巴士 逢05分35分由欣澳站開出 車費12元 車程約30分鐘 沿途路段非常舒服 很有去旅行的感覺 大概半小時後便到達總站 余景北商場 酒店便在這個站下車 余景灣是一個充滿歐陸風情的地方 所及之處都有到外國的感覺 例如這個意識中樓 都是余景灣地標之一 而紅磚白石為設計元素 非常適合打卡 大家不妨花點時間 漫步余景灣 享受一下假期 我們身後便在余景灣酒店 現在是2時 譬如說3時才有Check-in 但我們想早一點Check-in 而且遠處已經有夠黑雲飄韻過來 我們有點害怕 我們快進去Check-in 香港余景灣酒店 是區內唯一的酒店 酒店貫徹簡約自然的設計風格 天花懸掛藍白色燈泡 創造自身海洋的感覺 大堂也持有多張半圓的藍白色沙發 讓大家可以在大堂休息 等待Check-in 我們已經完成這個Check-in的手續了 因為我們是2時來的 所以是很快完成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來余景灣酒店 最好可以預早1小時 然後他就說用訊息去通知你 就可以有房間 我覺得這個不錯 就算是我們不用等到那個時間 就可以到處走一步 然後 其實這個酒店 都有很多不同的附加活動給大家 我覺得有一個挺有趣的 叫親親賣義的活動 就是因為余景灣這裡是一個馬場 可以讓大家接觸碼和租碼 去做你分禮的其中一份子 是非常特別的 我相信市區大家很少能接觸到 所以我們立即預約了 就是明早的10點半 每位是$25 總共是$50 我都蠻期待明天可以試試 這裡的泳池都要先到才行 每一節最多是60人 所以大家就去排隊 酒店都有些位置可以打卡 而且不算多人 非常舒服 個人都很喜歡酒店莊重簡約的設計 大家可以把握機會來拍照 走完一圈剛好3點 Check in的人數比我想像中多很多 大家一定要記得早點來 好,我們轉眼間就上到我們的房間 先跟大家說一些故事 本來我們2點去Check in 我預期大概3點多有房間 然後你會發現 有些奇怪的 為什麼我們遲來的人 可以更快有房間 我們就去問他 他說其實你們本身訂的房間 就沒有房間住 我們就給了同款的另一間房間給你 我們就OK啦 我們上來就發覺 對,跟上次的設定是一模一樣 我們就很快速跟大家去介紹一下這裡的房間 首先這邊就是衣櫃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都是那些東西 就是一般的夾蠻、衣架 然後就是這張床 都是很闊的 應該也挺舒服的 我覺得OK 這邊也有一個L型的梳化 你可以坐在這裡看著海景吃東西 或者休息都是非常適合的 天氣不算好 但至少看到港島區 書桌的位置有mini bar 基本物品都有齊 例如兩支免費水 茶包、咖啡 兩套即器餐具 煲水壺 接著就進入浴池的部份 這個設定跟上次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這樣 首先進來就有兩個的雙星盤 用了這個藍白做設計的主題 所以也是挺漂亮 還有很有開用的感覺 接著就是這個浴池 我這隻手是可以用得完 空間 是非常大 很舒服的 大家可以開水龍頭 然後就在這裡看著海景 一邊去浸浴 非常舒服的 這個位置也有個洗澡 加身體 還有一個護髮掃 幸好我自己帶了洗澡液過來 因為我自己不喜歡頭髮和身體 是同一個液體 就是這樣 我們今天帶了浴球過來 所以今晚也可以有一個浸浴 還有我們今天也算很幸運 本身真的是下煮過來 有點擔心 但幸好現在真的停雨 天氣不算很好 但至少不會下雨 這對我們的行程很方便 其實我們現在就休息一會 然後硬一點就會下去游泳 好 稍後見 好 現在轉眼的時間 已經來到4時9時 4時9時代表什麼 就是我們準備下去 排隊5時3時的游泳 我們打算早一點去 你也看到我已經換了泳衣 穿上酒店這件的浴袍 就準備下去排隊 我就在泳池帶大家去看看 泳池位於酒店二樓 同層有齊健身室、SPA等設施 前往泳池也要走一段路 個人覺得挺舒服 有些植物包圍著自己 泳池面積不大 只有一個主池和BB池 設計算可以 另外也有沙灘椅給你休息 有個設施一定要特別介紹 就是水柱裝置 水柱力度十分足夠 對於蛇坐的我來說十分適合 可以鬆弛、肩膀、筋骨 真的非常有用 溫馨提示 這裡最深是1.6米 鵝已經高過1.6米 雙腳亦不能碰水底 所以大家必須留意 我們游完水後 就來到這間Vegos 位於漁景廣場的西餐廳 有名好吃 而且多選擇的餐廳 我們點了三樣東西 意識、菠菜、雲吞、西冷、皇帝、蝦露水、意大利飯 我自己覺得都應該可以的 因為我都是看他們的菜單 上面有什麼選擇 我就點來試 我覺得這間餐廳 dobrze 有個網路 Orient― 都是有了餐廳的 他有Vegos 自己的 strengths kenoo 給你們全看自己想吃的是對付 和價錢如何 我覺得這件非常貼心 餐廳裝修 正正常便 最重要都是夠乾淨 桌面放置了好有氣氛的燈蠟燭 第一個菜式是意識菠菜雲吞 現在就和大家試吃一下感覺如何 這個餃子是很重的 芝士味 我覺得有點像肉醬意粉 它的口感我覺得OK 不過不實 還有少許的菠菜是好吃的 皮是做得很均勻的 我現在試試它的口感如何 其實可以看到它很棒 有兩隻蝦 我覺得也是非常吸引的 它是一個大蝦 比我想像中比較濕 但可以試一下味道 它這個是蠻好吃的 飯首先煮得很好吃 它的醬汁也是很適合我們地區的口感 所以我覺得大家吃這個都會喜歡 我覺得蠻好吃的 很少很少的黑椒 還有酸酸的 是蠻開胃的 特別是夏天真的很好吃 另外一個重頭起 就是這份的西拉牛扒 我們點了五成熟的 這個是蛋黃醬 平時都比較少見一點 因為外面一般都是來蒜頭汁 黑椒汁 我們先試一下 可能我是試過邊邊的位置 我覺得邊邊有一點點硬 但是它旁邊的邊 反而是有一點脆脆的 它的入油肉也算軟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會覺得是一個 很高質的牛 好 我們已經吃完後面的Vigos 中庫來說 都挺推介大家吃的 首先就是 今天是星期五的晚上 我相對來說是很少人 我們吃到後段 人們已經離開了 整體來說都不錯 好吃的 不過我想勸大家 如果你是兩趕吃 就不要這麼貪心 因為它每一份 量都比較大一點 最後埋單是689 Hello 各位早安 來到Staycation的第二天 首先要跟大家說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我們的天氣終於變好了 你看看今天的天氣 是好很多 雖然還有很多雲 但是至少天氣 都是清清地 還有遠處都有少少的陽光 另外現在時間 就是早上的8時30分左右 我們按早起床做什麼呢 當然就是吃這個早餐 今次早餐時間長一點 到8時30至9時30分 換言之我們有1小時15分鐘吃 就不是上次的1小時那麼少 我們現在快點下去吃早餐吧 今次和安排窗邊位置 景觀都很開揚 可以看到海景 相信好天氣的時候會更加美 這邊就是取餐位置 有很多選擇 相信大家會選到適合心水的食物 首先有沙律火腿 沙律菜 沙律醬 配料 4款穀麥早餐 多款小蛋糕 牛角包 這裡還有織製陰列 推介大家要試一下 廚師會放置所有材料進去 在你面前煮熟 在旁邊還有多款熟食 例如蛋、香腸、薯餅之類 還有多款麵和菜 可以選擇 我自己做了一份西式早餐 看起來都很高級 很好吃 冬菇雞蓉竹 加了花生、青蔥 看著外面景色吃早餐 真是一件很棒的事 還有兩款口味的冬菇 這個我還好 我覺得不用特別試 另外還拿了這些食物 一碗菜賴粉 真心好吃 大家一定要試一下 最後還有沙律菜 穀麥早餐 早餐的部份來到這裡 我們來到親親米的活動 進入魚鏡灣的馬房 看到一隻很大的馬 超級有趣 我不敢碰牠 擁有白色頭髮 啡色身體 這隻很有型的馬 叫做Goliath 他算挺乖 願意被摸 不過和一般動物一樣 牠們真的很有性格 摸一會 或者看到鏡頭 就會馬上反過來 所以大家都把時間摸牠 然後自養員表演的絕技 大家猜是嗎 沒錯 就是用桶去廁所 自養員說 都用了一段時間 訓練牠這樣做 這樣就不用去到到處都是 牠現在都一定有桶 才願意去廁所 關於牠的介紹 就來到這裡了 接下來 介紹另一隻馬 牠還有性格 牠叫Micky 身體是白色毛 記得當日有人說牠 很像一隻魚牛 基本全程上 只看到牠的屁股 完全沒有打算來我們 超搞笑 牠除了會吃地上的乾草之外 還超級喜歡吃自養完備的水果 牠不是在吃東西 就是在找食物的過程中 經常都以為我們是親手摸牠 等於有食物 真是超級可愛 帶大家看看健身室 沿著二樓的後面 就可以到達健身室 要用房卡進入的 我們剛剛進來這個位置 活動中心家健身室的位置 我記得之前上網看過 一年前這裡 是有些頭腦機 是剪球 可以說是很好玩 好像有些樂園那些 但現在沒有了 只有這些 寶寶桌椅 還有電視 圖書 後面就是一個健身室 我覺得比較普通 我們就在這裡逛逛逛逛逛 有沒有你適合的東西玩 一起看看健身室 有齊一般的設備 例如跑步機 爬車機 雅寧區 健身室大致上就是這樣 好 我們已經去到余景瓦 saycation的尾聲 中枯來說 我們也是超級 超級喜歡這次的saycation 首先 節奏慢一點 沒有之前去旅行那些那麼搶 還有今次的活動 跟上次有一點點不同 昨晚我們去了吃Vigos的餐廳 也是一嘗熱門的餐廳 今早剛剛去玩了親親懷疑的活動 我們基本上應該玩了差不多半個小時 我覺得也挺開心的 我們都差不多要檢查 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 就記得留言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